罗先生你从第一次跟我见面起 就在想方设法地要得到这个方案的决策权 我没有答应 后来我跟马国良合作 你又用参与投资的方式进行渗透 想要获得最终的决策权 我们还是没有答应 那么现在我的婚姻很不幸地出现了问题 你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你成功地利用这次机会 你抓住我的弱点 利用我现在的愚蠢和糊涂 亲手赶走了马国良 是这样吗 我说江女士 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那我还可以理解为 你利用了这个人 让他把我赶走 为什么说最亲近的人 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最亲近的人 最知道你的软肋 他知道怎么下刀子 往哪儿下 最狠 最要命 对 最后 气氏 感谢观看